当YouTube取消了500个订阅人数这个限制之后 越来越多的频道开通了YouTube社群的功能 YouTube社群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去帮助你和你订阅的观众进行互动 以及也可以帮助到你触及到新的观众 今天这影片我就教你 如果从电脑端、手机端 去开始使用YouTube的社群功能 有哪些发帖的形式 如果阅读你发帖之后的数据 便在影片的最后 我会告诉你三个技巧 去追悼化你的发帖效果 如果你要不要了解YouTube社群的最近政策 我自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现在想要开启YouTube社群功能 已经没有订阅数的限制了 只需要你的频道能够开启高级的功能 高级的功能开启的条件有三个 你可以使用身份验证的方式 你可以提供你的有效的驾照或者护照 YouTube在验证之后 就能够帮助你开启高级的功能 你可以使用视频验证 你可以打开你手机的摄像头 然后根据提示做出各种的动作 或者说根据你频道的历史 如果你的频道已经正常经营了两个月 没有违反任何的社群政策 那么你频道就能够有资格去开启高级的功能 这三个条件只需要满足一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了解 在电脑段上如果使用YouTube的社群功能 首先我向你教大家 如果找到你的社群功能 你首先需要来到你的频道里面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找到社群选项 在这边就可以找到你之前发布的社群贴文 首先第一种发帖方式就是文字帖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你的发帖文字 在你输完文字之后 在这里就会有浏览权限 你可以选择公开 或者说如果你有开通会员 就可以展示给你频道里面的会员 如果有不同等级的会员 就可以展示给不同等级的会员 然后点击这里就能够发布了 这是最基本的发帖形式 然后这里可以在底下有图片 你就可以发起图片帖 这里可以让你加入图片或是GIF文件 最多五张 甚至加入一张图片 这里可以让你预览的图片 然后你可以选择编辑预览画面 你就可以挪动你的图片 挪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选择储存 然后在这里可以再加入更多图片 例如说在这里我加入GIF文件 在你加入了所有的图片之后 可以选择发布 这个就是刚才我的图片帖 你可以选择这个标志 就可以查看到下一的图片 例如说你想再加入文字也是可以的 可以选择这个三个点的标志 然后选择编辑 这里面输入我想要的文字 然后在这里选择完成 如果你想要删除 也可以点击这三个点标志 然后选择这里删除 就可以删除了 第三种发帖形式就是文字意见调查 你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这里面首先可以让你输入文字 这里面可以让你输入选项的信息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里新增其他选项 这里面选项最长的字符是65个字符 你可以最多添加5个选项 第四种发帖形式就是图像意见调查 这个是YouTube新开发的发帖形式 它可以让你添加图片 并且有文字的选项 还是一样可以在上面输入你的文字信息 例如说我可以问我的观众 你最喜欢的平台 这里面就可以加入图片 例如说我添加了一个YouTube的标志 所以选项1我就输入YouTube 然后第一个选项 我也可以添加图片 这是Facebook的标志 然后可以选择新增更多的选项 然后再添加IG的标志 填入IG的信息 再我可以选择调整图片位置 我也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如果想删除这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这个标志 就可以删除掉这个选项了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发布 第二个发帖形式就是可以发布影片帖 可以选这个影片选项 这里面首先可以让你搜寻影片 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另一个关键词是Mr.Beast 我就可以找到他的影片 然后可以选择一部影片 然后选择选取 就可以添加他的影片 或者可以在这里输入YouTube的网址 例如说我输入了一部我影片的网址 就会跳出来我的影片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加入你自己频道里面的影片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频道里面的影片 第六种发帖形式就是你可以发布播放列表帖子 你可以来到你YouTube工作室 然后选择播放列表 然后选择你想要分享的播放列表 选择这个在YouTube中修改 然后你点击这个分享的标志 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你可以回到你YouTube社群 在这里复制刚才链接 在这里我教大家如何安排帖子发布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在这里选择排定贴文发布时间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日期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日期 然后选择时间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时间 然后也可以选择时区 在你选择完之后 可以选择这个安排时间 这样这个贴文 就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发布 如果想调整 可以点击这个三个点标志 这里面可以让你继续编辑或者删除 这会展示给大家 如果在手机端上 开始用你的YouTube社群功能 你首先需要打开你的YouTubeAPP 然后选择这个中间的假号 然后选择建立贴文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图片 或者说你不想选择图片 可以有其他两个选择 文字一键调查或者直接输入文字 我们可以先选择文字一键调查 这边可以让你输入你的信息 你想要做出什么的调查 然后底下就可以让你输入选项 也可以新增其他选项 然后在右上角 这有个公开选项 你点击一下 可以查看到 你可以对你的频道会员公开 或者说对你频道会员 某个等级的会员进行公开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右边还有个时间的标志 可以让你安排时间 然后在右上角会有个发布选项 就可以发布你贴文了 然后就是文字发帖 这就是让你直接发布文字的贴文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图片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图片 选完之后 你可以选择右上角的下一步 这边展示给我 刚才选择图片 在最右边可以让你选择更多图片 这里最多图片是五张图片 然后每张图片上面也有标志 左上角就是编辑的标志 可以让你进行选取预览画面 右上角就删除了标志 你可以删除这个图片 然后也可以选下讯息 这一项上角就可以发布 这会展示给大家 如果查看你发帖的数据 例如说可以直接在社群里面 查看你发布后的贴文 它的一些数据 例如说这个是图片的贴文 可以让你查看 它点赞数 它的评论数 如果你发出投票帖 这也会有数据 例如说每个选项 它的选择比例 同样也会展示给你 点赞数还有评论数 这也会展示给你 总共有多少个投票 如果想要查看 更加详细的数据 你需要来到你的YouTube工作室 然后选择内容选项 这里面会有帖子的选项 这里我选择的是 过去28天 这里就可以展示给你 在过去28天里面 你发的帖子 它展示次数 例如说对于我的频道来说 有6.2万次的展示次数 那也会告诉你 与前面的28天相比 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这里可以查看到 每天它的帖子展示次数 都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 可以选择展开选项 可以查看到 更多详细的数据 这也会告诉你 在过去28天 每个帖子 它展示次数 它获得点赞次数 这会帮你计算 帖子的获得比率 在右边 就可以让你查看到 热门帖子 有不同的选项 例如说图片帖子 前面会告诉你 每个帖子它的信息 然后这个就是 点赞的次数 然后可以选择投票帖 然后文字帖 然后影片帖子 都是可以查看到的 接下来会告诉大家 三个技巧 去最大化你发帖的效果 第一个技巧就是 你要积极地去回复 观众的留言 这里发布社群贴文之后 会有些观众 对你的社群贴文进行留言 你需要积极回复 这些观众的留言 另外你也可以点赞 这些观众留言 这些都是能够增加 这个贴文 它的互动率的方法 但一个贴文 它的互动率增加之后 YouTube算法 就会把这贴文 展示给更多 已经订阅你频道的观众 以及YouTube算法认为 是你潜在观众 他们面前 所以这对你频道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二个技巧就是 利用社群贴文 去了解你的观众 你可以去多发 社群贴文 因为这是一个了解你观众的 非常好的途径 例如说 你想不到影片话题了 你就可以发布社群贴文 就问一下你的观众 他们最近感兴什么样话题的影片 或者说 你可以制作良满的说图 然后去问你的观众 他们会更倾向于 点击哪个说图 这样能够很好地帮助你 增加影片的展示点击率 第三个介绍就是 你需要利用 不同的贴文形式 这期影片介绍了 非常多社群贴文的形式 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些形式 去发布社群贴文 不要只是局限在某类贴文形式 例如说你只发布影片分享贴文 或者只是投票的贴文形式 你可以去换回地去使用 不同的贴文形式 因为不同的贴文形式 会去帮助你达到 不同效果还有目的 YouTube最近还有非常多的更新 如果想了解最重要的 YouTube引力政策的更新 可以去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 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的内容 如果想了解我最新动态 可以关注IG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